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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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甲鱼养在了水稻田里 说目的是为了让甲鱼去给水稻打工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这甲鱼要怎么给水稻打工呢 甲鱼给水稻田打工 是不是通过它的爪子扒来扒去的 把这个稻田里的土松了 甲鱼吃东西不会排泄吗 不然觉得它的排泄物正好是水稻的肥料 它给水稻打工 它有工夫吗 大伙的说法好像都有道理 那么甲鱼到底怎么给水稻打工 来 咱们听听主人是怎么说的 哇 差点咬到我 甲鱼在水稻田里面爬行的时候 就把大飞师等等这些害虫干掉了 原来这甲鱼打的工呀是吃害虫 可是这甲鱼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腿脚还不太利瑟 平常要不是懒洋洋的趴着 要不就是往泥里土里钻 指望它吃虫子行吗 我甲鱼不应该吃虫子吧 甲鱼不是吃肉的吗 不可能吧 蟲子会那么快 它能吃到那么好的鱼都才快了 它用那个壳一缩 然后就吃了 那应该是用它那个爪子 把那道天巴才拉 就穿吧一下 然后再进去吃那个虫子吧 它可以把脖子从水里伸出来 然后等着这个虫子一飞过来的时候 它就一下就把它给吃了 您看这甲鱼 懒洋洋的趴在水道旁 咪着个小眼正在养神 再看这位 正往泥里打洞 准备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呢 您再看看这位 正悠闲的在稻田里散步 真是不久嘛 嘿 您再看这位 翻得肚皮晒太阳 好不自在 这哪像个打工的样子嘛 下一个老弟 你看 那有倒飞狮 哪呢 哪呢 快来看看 你看 就在那 带 带虫哪里逃 带虫是俺老爹的嘴 真是太好吃了 很喜欢 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甲鱼是个十足的吃货 一茬水稻就可以吃一万五千多只虫子 妈呀 它吃了害虫 可以绕稻田一圈吗 有了不一样的打工仔 稻田里没有虫害 水稻自然长得好 他能够保证我的 有机水稻的产量 比老百姓的 用化学农业做的 还要高百分之十 甲鱼果然是吃虫子的高手 是稻田里不错的打工仔 那么杜志燕是怎么想到 这位打工仔的呢 这事还得从2012年说起 那时候杜志燕和他的团队 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有机水稻 我们用了1600多模 是做倒鸭工作 我们当时还做了一点点 很小的一点面积的这个 这个倒鳖工作 就稻田凉甲鱼 倒鸭工作可以说是 中国农业的骄傲 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稻田 消灭着稻田里的害虫 是稻田里的老牌打工仔 杜志燕对鸭子 那是100个放心 而倒鸭工作是新模式 甲鱼也是稻田里新进的打工仔 杜志燕对甲鱼 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那年的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他对于甲鱼的看法 2012年下半年 南方倒飞师大爆发 杜志燕的1600亩水稻田 被倒飞师包围了起来 倒飞师 何许重演 那可是水稻的头号敌人 如果说这一株水稻上 大概有一百多只 一百只倒飞师以上的话 那么如果我是 扑材区任何措施不管的话 那么大概十天左右 这个水稻就会枯萎死亡 成虫能够长距离的前飞 成虫和弱虫都能群集在水稻精杆上刺吸之夜 妨碍营养物质运输 并且传播病毒 造成水稻大片死杆倒幅 导致减产 严重的甚至会绝收 倒飞师的驱光性很强 遇到惊扰就会跳落水面或者飞走 它的危害面积大爆发性强 稻田里到处都是倒飞师 这可是一千六百亩有机稻田呢 可把肚子眼积坏了 那真的愁死我了 愁死我了 倒飞师来势汹汹 他一着急 赶紧把鸭子赶进稻田里 让鸭子忙活了好多天 老牌打工仔鸭子一点都不含糊 面对倒飞师 双方你来我往的打了好多天 最终水到保住了 唯独倒飞工作的几亩试验田被他忽略了 就在这时 技术员王重庆的一个电话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到六点半给我打电话 非常兴奋 然后就打电话给杜总 他说杜总 你到田里来 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 在其他稻田的倒飞师爆发的时候 我们稻田里面的一层水稻 这一层水稻大概就四五个 甲鱼虽然每亩数量不多 谁料这个新进打工仔也很给力 居然也成功抵挡住了倒飞师的攻势 甲鱼和鸭子这两位打工仔 都是消灭倒飞师的工产 周边的老百姓 它的产量应该是一亩到七百到八百斤 我们当时倒鸭工作的产量应该是不到五百斤 这就怪了 鸭子在稻田里一刻也不闲着 辛辛苦苦地忙过着 怎么水稻产量还降下来这么多呢 鸭子它体型大一群一群的 一下天噗啦啦一片 一片就把你的水稻弄得东倒西歪 把河苗都踩踏倒了 哎呀 应该让我的伙伴们考个驾照啊 鸭子在稻田里跑来跑去 也不注意脚下 可怜的河苗就被踩来踩去 踩得不长个儿了 这些没有长起来的河苗 就影响了产量 测产结果显示 倒鸭工作的产量是五百斤 可是倒鸭工作的产量 居然有六百三十斤 没想到啊 新进的打工仔甲鱼 居然比老牌打工仔还更胜一筹 这让肚子业的团队很兴奋 这可能是我们的希望 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种了几亩倒鸭工作倒田 谁也没想到 这一几亩产量居然这么高 倒鸭工作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倒鸭工作虽然是个新模式 依据的还是倒鸭工作的理论 因为当时我们认为 别人做倒鸭工作是为了卖甲鱼 而做了这么一个秀 所以当时我们呢 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尝试 而恰好就是这个 我们当时没有抱于很大希望的 这么一个尝试也好 或者实验也好 为有机水稻的生产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虽然第一年在稻田里放的甲鱼比较少 每亩几十只 可是水稻的产量却有六百多斤 到了第二年 肚子咽着想 既然甲鱼的打工效率这么高 干脆就在稻田里多放些甲鱼 说不定 这水稻产量还能提高一截 这次呢 它把放甲鱼的面积 扩大到了三百多亩稻田 每亩放了三百多只 这次放的都是半斤左右的甲鱼 各个都是经过筛选的 个体大食欲好的甲鱼 这样的甲鱼一进稻田 就能够立马给稻田打工了 经过几天的忙碌 它们在三百亩稻田里 放了九万多只甲鱼 可是刚放了没几天 它手底下的一位技术员着急了 他当时这个很表情很严重的告诉我 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就是怎么样防止甲鱼的相互撕咬之后的鸟伤问题 别看甲鱼看着老实 那脾气可是相当火爆 不管你是他的同类还是谁 只要你招惹了他 毫不留情是张嘴就咬 和第一年不一样 这次甲鱼多了 加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大 视力范围彼此交叉 时不时就会碰面 这一见面就要打上一架 好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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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惨烈了 甲鱼有好多浩道的天性 你看这甲鱼 它一在一起就压在一起了 就容易造成外伤 外伤有伤口 就容易造成吸尽感染 它就容易死亡 这甲鱼最怕的就是外伤 甲鱼几乎是见面就打架 打得狠了就会带伤 这次放了这么多甲鱼 经过方平符检查 差不多有一半的甲鱼都受伤了 伤口一旦感染 就会有性命之忧 可是这甲鱼已经放进稻田里了 要想把多余的甲鱼捞出来 那太费劲了 所以肚脂炎让方平符想办法 解决甲鱼伤口感染的问题 方平符看着更多的甲鱼身上有了伤口 它咬咬牙 建议肚脂炎使用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你说你允许我使用抗生素 如果你不使用抗生素 那这个甲鱼造成的损失 那我是承担不起的 常规养殖甲鱼 发现甲鱼受伤以后 给甲鱼喂些抗生素就没事了 可是做有机农业的 这抗生素是高压线 谁也不能碰 做有机农业有底线 我们是我们有有底线有原则的 有些东西是不能突破的 方平符天天在稻田边转影 通过观察 他注意到了两个现象 一是打架的甲鱼是没吃饱 二是水稻下面的虫子少 上面虫子多 这些虫子甲鱼吃不到 通过查资料 他又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多吃虫子能为甲鱼消炎 吃虫子 吃虫子能给甲鱼消炎 要是妈妈下针子可以治病的话 让我们下针子 起步子可以不应 可以医院的 虫子的话 他应该写出什么药吧 那可能是甲鱼消化了 虫子体内的一些物质 然后转化成自己身体里面的物质 然后就起到了治愈的作用吧 甲鱼能吃也爱吃虫子 可是水稻下面的虫子少 甲鱼数量多 甲鱼体内的抗菌态 积累就不够 不足以起到消炎疗伤的作用 要是能够吃掉水稻上部的虫子 那不但水稻会长得更好 还能够让甲鱼吃饱 不怕感染 为了让甲鱼吃到水稻上半部分的虫子 方平福想到了幼虫灯 如果太高的话 昆虫在这个灯到附近 它飞来飞去就飞来了就会掉到水里面 掉到水里面 甲鱼就把它吃掉 我又饿了 晚上 我要出来吃点宵夜 发现目标 注意潜伏 哈喽 小甜点 真好吃 还再去找点小甜点去 甲鱼白天吃稻田里的害虫 晚上有水中的虫子当夜宵 这样甲鱼的抵抗力增强了 平时打架留下的伤口 很快就愈合了 你看这周围都是甲鱼 复向撕咬的那个伤口痕迹 现在基本上是伤口已经愈合了 甲鱼的问题解决了 水稻呢 也长得很好 可是没过几个月 杜志咽的眉头 却又皱了起来 让杜志咽皱眉头的原因是 甲鱼从小长到大 要在稻田里待上四到五年的时间 这第一年的时候 因为是湿片田 稻田面积小 只有几亩地 里面的甲鱼也少 收割的时候 直接把稻田里的甲鱼捞上来 再用收割机 这收割就完事了 可是现在 倒别工作的面积大了那么多 稻田里的甲鱼也多了起来 挨个的在稻田里面去捞甲鱼 根本就不现实啊 杜志咽他们面临着考验 一个神奇的打工仔 他能让水稻增产 还能卖两三万元 他能够保证我的 有机水稻的产量 比老百姓的 用化学农业做的 还要高百分之十 这个打工仔究竟是谁 他怎么有那么大能耐呢 这么一个尝试也好 或者实验也好 为有机水稻的生产 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 科技院马上为您播出 不想是不知道 这一想还真是个难题啊 这三百亩稻田里 一共有九万多只甲鱼 要把他们从这稻田里 一一弄出来 这光想想头都大了 可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杜志燕他们就巧妙地 化解了这个难题 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也帮着想想 在收割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保证 甲鱼不受伤害呢 那个水稻边上 放很多很多虫在那 然后甲鱼看到很多虫在那边 然后游啊游啊游 来过去 然后就可以到 那个收割机在那儿说 是不是又画一篇地儿 然后把甲鱼整个 就是给它驱逐到那边去 然后就不搁那边 就光搁这边的刀鱼 我感觉都没事 甲鱼想要有点磕 那么收割机 哇啦开个来了 它蹲着那么磕来去了 是不能收割机 拉开个去了 它出来不就行了 但是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要 面对这个难题 杜志燕手底下 有一位技术员叫黄浩阳 他自有高招 一下子就让杜志燕的眉头 舒展了 黄浩阳有一次 在地里转悠的时候 他发现 甲鱼不愿意在陆地上待着 发现了这个现象以后 黄浩阳专门做了几次试验 把甲鱼拿上岸以后 每次甲鱼都是非常着急的 往水里爬 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 黄浩阳一下子就想出来了 收割的时候 让甲鱼离开稻田的办法 黄浩阳还专门给记者演示了一遍 甲鱼跑进水沟里以后 用围板把稻田围起来 这样甲鱼就进不去稻田了 在收割的时候 他们就采用了这种办法 发现效果很不错 我们的统计的损失 基本上控制在一抹一只 在水稻收割时 这个办法简单又好使 在水稻插秧的时候 这个办法也同样适用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用围板把稻田围起来以后 要等和苗长起来 生根以后 才能够撤掉围板 让甲鱼进入稻田 这样能够避免和苗被甲鱼伤害了 经过几年的探索 他们总结出了经验 甲鱼要选用三两到半斤左右的 每亩保持在三百只左右 在前期插秧 后期收割时 稻田里空水期 要保持在十天左右 科学的倒别工作 不光使得有机水稻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金牌打工仔甲鱼 也为他带来了另外一个惊喜 你像我们这边欧盟或国内双人制的水稻 就是倒别工作的水稻 一年的产量大概是三百多斤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 应该是超过一万块钱 而稻田里养殖的甲鱼 每年可以产生的价值值 三万块钱 有甲鱼给水稻当打工仔 水稻在生长过程中 没有使用过一滴农药 是名副其实的有机水稻 而甲鱼整天在稻田里爬来爬去 饿了就吃虫 相当于野生甲鱼 这样甲鱼还给它带来更高的手艺 现在甲鱼成了杜志燕眼中的香伯伯 也彻底改变了它对于甲鱼的看法 从美食的角度来讲 我以前很喜欢甲鱼 然后现在从有机农业的一个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讲 我更加喜欢甲鱼 整个一个水稻的生长季节 没用过一克模样 就是包括有机农业允许用的生物农药 都没有用过一克 然后我们的水稻的产量 比我其他的模式的产量要超过10%到10% 我们的水稻圈里面 刚看见见 基本上所有的态度的从口技术 都被我们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俗话说得好呀 一个好汉三个邦 杜志燕的成功 离不开团队的努力与坚持 也离不开他们集思广益 善于利用科学处理问题 这是名符其实的科技进步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让泥鳅生儿育女 竟然用上了冰块 它不管怎么抓 它怎么样 它是不动的 很方便的 你看 不硬的 这样硬的 为了泥鳅描了健康 还用上了薄膜和食盐 你看这个薄膜 你看很光很光的 再起那扎堆 什么东西 一定关系都没有 撒下也把泥鳅在体内的一种空气 逼出来 这些日常用品究竟能给泥鳅育苗帮什么忙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